大家好 歡迎收聽新一集的《華納監察院》 我是你們的院長分總 今天是跟大家講Batman的 大家好 我是院友大王 今天回來就叫做 可以說是Batman 我們上次老領講了一集的 老領講電影 講Batman 也有聽眾說 咦 沒說是院長的 大家都想聽一下院長 你說一下Batman 不過那次是院長也沒空 因為怕了新美放閃 所以我逃避了那個場面 你怎麼會害怕這些呢 你自帶墨鏡沒所謂 說回今天的主題 《華納監察院》是想跟大家講一下 Batman這套新的電影幕後的一些漫畫彩蛋 或者漫畫的設定 這次很奇怪 以前有些BC電影 他們也會在台仔有很多的彩蛋分析 這次真的少了很多 先戴個頭盔 雖然我是Batman的超級粉絲 買到整個屋都是Batman的漫畫 但美漫世界博大精深 好像中華武術一樣 所以本人實在沒可能看完所有的Batman系列 加上一些年代較久遠的就更難去看到 所以這次也是建基於我自己的藏書量 或者我自己看過的作品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這次的Batman這套電影 參考了一些什麼設定 或者跟大家討論一下裡面的劇情 這次我們都不會詳細去講 The Batman裡面 分析這套電影做得很不好 因為在之前露嶺港電影都講過了 我只是抓一些細位去跟大家討論一下 我先講講那篇四本書 我自己覺得有四本書 大家都值得去看 第一本就是Batman Year 2 大家都知道華納的天才和導演說 這次Robert Patterson的Batman是他第二年 所以我們也要看看 到底Batman Year 2 Batman在做什麼呢 一會兒會長講 第二本作品 大王和我看完都覺得挺好看的 就是Batman Earth 1 它是一個屬於平衡世界的故事 就是叫做Batman Earth 1 如果你中譯好像叫做1號地球 是的 我挺有型的 我們剛才在咪後說 裡面的Alfred真是厲害的 認得瘋了 認得瘋了 我們稍後再講 另外有兩本其實是同一個年期出的 都是New 52的作品 因為你看美猛 它會六本書或者十二本書 為一個series 故事 就是這樣 New 52的第一個故事 貓頭影法庭 其實它也講了一些 偉恩家族的欺負面 稍後再講 第四個作品 都是New 52的 Zero Year 這個零年 主要是這四本作品 如果有其他美猛高手 或者愛好者 你說不是 我都看到其他的參考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大家都是開心分享 不如我們先講 Year 2 好 Year 2 其實這個劇情很簡單 有一些 一講你就覺得電影是發生了 就是Batman 在Year 2 已經跟Gordon 建立了這個合作的關係 亦都設立了蝙蝠燈 我們看Walbert Patterson的開幕 即是不算他用望遠鏡偷看 那一幕 一去Monald Rock那段 其實Batman就已經出來 又見了蝙蝠燈 但是電影和漫畫的分別就是 Gordon在Year 2的時候 就已經做了局長 因為他在Year 1的時候 局長就死了 Gordon就已經升職了 At the same time 其實Bose Ring 在Year 2的時候 他已經是覺醒了 他就興建著這個Wing Tower 整個主線就是用一個 歌譚史在若干年前 有一個異警 或者有一個復仇使者 我們叫他念鬼 其實就是念刀鬼 這個廉鬼在若干年前 就像Batman一樣 周圍對付邪惡 但當然他會殺人 有一天他突然消失了 令歌譚史的犯罪率 就回復到以前那麼厲害 這個所謂廉鬼 見到近年Batman出來 幫忙警惡懲監 他也走出來 做這些所謂警惡懲監的事情 但是他殺人 當然是要被警察抓 以及被Batman捕捉 他這部作品 是屬於一個年代比較久遠的作品 是90年代頭的作品 所以你看到畫風和顏色 都不像現在的作品 如果你要看的話 是要顏色這些復古風 而且有時候動作位 會有一點 不太明白他在做什麼 就是明明右邊打過來 為什麼有人飛去左邊 有時候有一點這些東西 這本我看就覺得 如果用香港漫畫去做 比較就是 你看回龍虎門超早期 就是剛剛99期至18期 剛剛轉名為龍虎門差不多 他這部作品真的很老套 很雷與劇情 最後發現 那個廉刀鬼的人 就是Batman的女朋友的爸爸 那一刻都很老套 90年代頭的作品 都還可以 他最大的手法 其實就是想用另外一個意境 去對比Batman現在的東西 那當中 其實Bullswim 都會探討 我是不是應該用手槍 這件東西 最後經歷了 跟廉鬼的對決之後 他就放棄了用手槍 這個鏈頭 建立到一個 我們皇后覺得 一定是不殺 以及不會用槍的Batman 那樣 還有這本 有些位都 雖然畫 可能大家現在看過 未必那麼習慣 但是有些位 例如我記得有張畫 或者是廉鬼和Batman 同時間 大家都是按著牆 對著那套裝備 那裡是故意畫到兩個 一樣 又是上下格 那個位置都很深刻 是啊 我自己覺得 這次電影 有套用到這裏的做法 不單是那些設定 就是彌篤登 Gordon 那些 很大很大的參考手法 就是廉鬼和Batman 是有cost cut的 大家都好像發生同一件事 然後做一個對比 而在電影裏面 謎語人 和Batman 都是有相同的做法 我們老領 講的那邊都講過 其實他剪鏡頭的時候 其實他兩個都可能用 望遠鏡去看一些東西 甚至說 他兩個好像是 一鏡兩面的存在 有一念天堂 一念地獄 一念地獄 你一個歪念 或者走過某一步 走過某條線 就會變成謎語人 是啊 這本也有這個感覺 我會看到 The Year 2 它是有藥光的影子 放在電影裏面 當然最大的改動 就是改了做Riddler 我自己覺得 在感覺上 的而且確是有Year 2的感覺 但我自己也跟Sunny 在上次我們節目中說 我覺得 電影Year 2的Batman 似乎太新鮮 就不是真的 Year 2的Batman 反而是真的 剛剛初出茅路 甚至我們在後面講過 他說他有一個對手 在Arcana Asylum 現在導演會覺得 他是小丑 我也會接受不到 如果你跟小丑 已經跨越過了 實在乎那個不是小丑 可能只不過是 一個Batman 其他的敵人 但你已經面對了 這種級數的敵人 你仍然這麼fresh 我是有一點點接受不到的 所以這個位置 就好像上次我講電影那邊 都有點覺得 就算我覺得有點古怪 我覺得 好像大家這樣講 會不會設定在Year 1 會好一點呢 但如果你說Year 1 也好 你又說真的見過一個厲害的對手 但又好像很fresh 也有一點點怪 當然 現在這本就是 Year 2 某程度上 可能之前沒有特別說 遇過哪些很厲害的 就是去到Year 2 才遇到連鬼 令到他明白到 如果他再踩下去 就會是Cross那條線 變成連鬼 這樣 所以最後就放棄了那把手槍 即是不再用手槍 那個人贏 這個反而是 這個Year 2 即是漫畫的Year 2 我覺得感覺是 好像有點合理一點 相比之下 其實沒有這套電影的大約劇本 或者 trailer之前 已經放風說這次是Year 2 所以有很多的漫畫迷 都有說到連鬼這個角色 會不會今次電影會有這個人物呢 當然 很快官方就已經釋出了 會有Pandrin 會有Viddler 我自己覺得連鬼的形象 真的很難在大人幕做出來 即是怎樣做都很差 我覺得 這次的電影 他算是走真實風 我覺得 如果真實風有個連鬼 他不是有什麼超能力的 但是 他的造型出來 也很V1 很不真實香 所以又難搞 他真的出個連鬼出來 而且他是有點差 Sportmaster也打死他 Sportmaster 其實也是 他主要都是手上那兩把 射刺的螳螂 那兩把東西是射刺的 對 只是耍螳螂拳 Sportmaster 就是走開一邊 拿一些網球 射刺的應該是可以打的 但是我想這套東西 值得討論的地方 就是他怎樣令 Bull Swing 去反思 怎樣Course 那個Line 就會變成一念天 一念地獄 還有他探討手槍的使用 都有他的歷史價值在 歡迎大家去看這套作品 然後我們可以說一下Earth One 我們在咪後都說 覺得他導演 參考Earth One的元素 可能是明顯一點 為什麼這樣說呢 首先這套東西是出了三本書 卷一卷二卷三 我們主要提及也是頭兩卷 我們會看到這個series裡面的 Alfred是非常強勢的 我自己就很覺得 今次The Batman電影 那個Alfred 是有少少參考了這個角色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以往我們看到的Alfred 大多數都很像 The Dark Knight 即Batman Begins裡面那個Alfred 很溫文耳雅 會毒蝕串救Batman 是一個非常之好的管家 紳士德里 也有他的嚴富的一面 但今次的Alfred 你見到他比較差一點 也是很強的 你覺得跟他打架 也是會被他打贏你的 真的像管家俠 這個真的是管家俠 當然他裡面也有交代 他是MI6 以前當過特種部隊的設定 所以我們看Earth 1的時候 一出場就說 就是慢慢裡面 Alfred就是找Thomas Thomas當時就是在選市長 Alfred就說 你不要去 現在你選市長很危險 Thomas就不理會他 沒有聽他說 一家大小就去看歌舞劇 終於再一次就被人堆倒了 Thomas真的很慘 不知道第幾次被人殺死 又是那條後巷 又是那條豬鏈 我想Earth 1其中一個 寫得很好的地方 就是Alfred和Bruce Wing 他那個相處 因為一開始他們是不認識的 Thomas他們被人殺死了之後 當然也是聚老島的劇情 Gordon接了他回去警察 那怎麼辦 就是Alfred上去接他 Bruce Wing兜口兜面 就是問Alfred 你是我誰 那一刻 Alfred就靈機一觸 就說 我是你的管家 嗯 那一刻我看到這句對白的時候 是有點無管動的 嗯 即是說他們本身兩個人 也有很多的過去 甚至可以叫情義 所以就填了去做一個監務人 而那一刻去找Bruce 然後就說 你是誰 你怎樣管我 他就是說 我來管家 然後就開始兩個 那種相處 最大的距離感 其實也不是我們以前 大家傳統想的那種 Dark Light Return 或者 Lolan 那一套Batman 那一套 就是 好像阿芬還說 就是年輕一點 甚至兩個人 某程度上的相處 不是那麼 爸爸和兒子 或者那麼有 阿爺和孫子的那種感覺 那一套 你是一個 大哥哥 或者叔叔 那種感覺 對 是一個很嚴厲 或者很 take care 你 但又會很嚴肅地管教你的叔叔 那一刻 我覺得很無管道 我是你的管家 那一刻的辭入點 其實是挺漂亮的 然後 他一轉鏡頭 就已經說 Batman初出道 這個Earth 1的Batman 這一下 就真的初初出道 為什麼呢 因為他跳天台的時候 他打算抓賊 然後 他是跳不過天台 即是他不是關麗傑 他不是關麗傑 他是跳不過天台 掉到垃圾堆那裡 那一刻 就體現到 原來初出茅廬 Batman是會七七的 當中 其實有一段劇情就是 Alfred也很不想 他繼續去做Batman 其實他會跟你說 其實你還未準備好 你一出去 你是會死 或者你無法處理 然後Batman 就是Bloose Wing 就打勾Alfred 但想不到 Alfred真的很好打 就打到Batman G.I. Alfred又 Melo Invincible 立刻訓練一下 Bloose Wing 真的 一直打他 真的 真的打者愛也 不是 愛者打多幾下 那些 打到Bloose Wing 但是 就因為Alfred 他本身有個弱點 就是他跌跌跌跌的 對 他有一隻腳是二隻 對 Bloose 就 撐準他的弱點 就踢勾他的腳 所以 就被他成功逃脫了 但是 那一刻 Alfred 又說一句 看來他是準備好 那也是 OK的 那一刻 也很棒的 那一刻 成長也很滑 在這麼短的蝙蝠裏面 做到愛的教育 嗯 那他去到 結束完結束 解決了危機 之後 最後那一幕 也很無管動 就是 Alfred 這麼強勢的Alfred 抱著Bloose 就是說 你永遠都不會 孤零零一個人 嘩 那一刻又是令到人 真的 很打爛陣 那一刻 很感動 還有 其實看回 也覺得 這次 Rober Pattinson 做的 這套 麥特里維 這套 這麼說 他真的參考 Earth 1 的感覺 很多 例如 大家都很記得一套戲 有一幕就是 在警察署 飛鼠莊跳下來 其實 F1 第一期 有一幕 是有點像 應該不要說他 有一幕是 覺得他有參考到 F1 用 都是在那個地方 天台 要想到被人圍了 那怎麼辦呢 要走路 甚至有些警察上來 噴他 然後他都想辦法跳下去 但他就不是飛鼠莊 他就是用 承索 他就開始轉移一下玩具 現在 Batman 叫做 但那一刻 我覺得也有一點 感覺就是 你被人觸發 終於要跳下樓的東西 是有那種感覺 我覺得 有參考到這裏 因為Earth 1 這個Batman 就是窩到爆炸 什麼裝備都沒有 連蝙蝠錶都沒有 怎麼出過 最初的時候還沒研發好 不過他這裏有個 頗令我留意的位置 就是他找了 Foss 的兒子 如果是The Dark Knight 那個就是影帝 Morgan Freeman 就是Morgan Freeman 上帝幫你做裝備 你當然贏了 上帝 在Earth 1 裏面 其實就是Foss 的兒子 都是幫他研發飛鎖槍 這段其實我覺得是改得不錯 這個又引申另一個問題 其實套東西本身都有黑人 為什麼你不好好地去利用這個黑人的角色 正如我們看Batman 即是The Dark Knight 3部曲 我們其實個個都很喜歡 Morgan Freeman 是是是是 我特別記得The Dark Knight裡面 有一段個 是因為他想威脅Batman 想威脅Batman 然後Morgan Freeman跟他說 你覺得城裡有個億萬富豪 他的興趣就是夜晚變裝 去打勾壞人 而你想威脅他 好啊我祝你好運 那段我是 超棒的 超棒的 我記得那時候戲院很多人 都是一夜結了一聲 笑出來 那時候也是 他那種氣定神閒 他那種演技是很令人心入民心的 反正都是的話 他本身當然是黑人 那為什麼你不用這個角色 或者好像Earth 1 那樣用他的兒子 襯托年輕的Wolf Edison 我覺得這是一個巧妙的安排 而不是強行把一個好名牌的角色 Gordon 轉了做客人 只能夠說 我自己覺得現在的Gordon 因為那位演員是做得OK 所以令到大家覺得 這件事都還好 只可以說是演員的表現 令到這件事好像減傷了 但是 還是有一種感覺 為什麼要這樣搞呢 我覺得演員的演技就還好 不過在整個大格局的描寫裡面來講 這個Gordon是沒有魅力的 即是那個角色是不夠魅力的 因為 我自己的意見 譬如我們看Bikin那三部曲 你是會看到Gordon怎樣去照顧 或者take care 兒童版本的Bush Ring 即是他們那一刻就建立了Bonding 然後去到後面那些茶案 第二部對小丑 他開車那一幕我覺得是神經病的 第三部做了 真的是Commissioner Gordon 你看到這個角色是有魅力的 有他的作用 但是這次在這個作品裡面 我就覺得他像是Batman的跟班 好像我是 有些主持在老領那一集這樣說 都是覺得他很工具人 在戲裡面描寫 不是演員問題是在描寫上 將他工具人化了 還有發電郵那裡我真的笑了出來 哈哈哈哈 欸 混蛋了 真的 用我的帳戶傳給人 然後Buz站在旁邊 嗯 是你的腦袋而已 OK啦 所以就拿你的腦袋 把手指插進去 但是他可以插進去 那是好笑的 沒有啊沒有啊 幹部不是他 可能扔了腦袋 我被人吃了 我是幻想不到 這一個 就是Batman電影 這個Gordon是升做局長的 你是沒辦法想像到的 嗯嗯嗯嗯嗯嗯 那你可能在那些叫做 所謂連結D裡面 那些他是最出色的那個 應該是 那你不是 那你不只是青年就可以做局長 就是 譬如你打拉三部曲 為什麼 第三部的時候 Gordon做到Commissioner 就是因為他是War Hero 就是他們都用對白去說 噢他是戰時的英雄來的 所以剛巧局長就死了 那當然是升他職啦 那樣 那但是 這個對Batman電影裡面的 Gordon呢 那個契弟味 是有一點點濃烈的 所以就 也有很多東西 是寫到他 他真的很信任 Batman 他是有個能力 去選擇 哪個人可以信 哪個人不可以信 那些 那在電影裡面 這件事也是難得的 假設有機會有續集團 會不會再描寫他更多 那些 他們基督很糟糕 我只相信你一個 那些是基督 媽媽也不可以 這些可以叫友情 你個個都開了褲子眼 但是你就是不夠建立Bonding 他不夠蝙蝠建立他們兩個Bonding 所以現在有些覺得是工具人的感覺 他一來就已經硬吃了這個設定 我們已經合作了兩年 就不跟Begins的時候交代 原來Thomas死的時候 第一個去給衣服披著Boost的 就是Gordon 即是你沒有了這些 那麼認識的場面 其實是有一點點硬吃設定的 還有那樣 如果是改了做year one 那件事好像合理了 是可以 如果剛剛認識對方 其實是好很多的 而不是Gordon說 其實我們都合作了很久 那張篇褲燈你看看用了很久 那是有些硬 這套真的把二字改造一字 就很多東西都不同了 然後我們剛剛講完Earth One的卷一 卷二其實都很大篇褲 是像電影的 因為第二卷的敵人就是Viddler Exactly就是Viddler 他們都會放很多炸彈 包括包裹炸彈 自己開車 出謎提要Begins去解釋 但他的動作場面 我覺得他處理得不錯 比如有一幕 就是打電話給Begins 就要跟著他的指示去跑 然後跑到火車那裡 Begins就可能救不及 就炸死了火車上面的市民 那些東西是有動作感的 我經常有個對比 你都很喜歡看Sherlock 神世紀福爾魔士 其實他第一次跟Moriarty 做那個炸彈挑戰的時候 是很緊湊的 他們都沒有打的 他們都完全沒有打過 但是Moriarty 不斷逼Sherlock 在限時裡面 圓不到那個謎提 其實根本就是Viddler和Batman 好像這一期漫畫那樣 那個感覺很像 但我看的時候 我覺得很緊張很緊張 相反我看電影的時候 我就覺得你們兩個打了沒有 好悶啊 你們兩個打吧 因為他跳出了那種 捉字雙虹那種感覺 總之我完成了一個Puzzle 你去砌吧 就留下一個東西 砌完了 我又給你一個新的Puzzle 他是沒有那種 大家追來追去的那種感覺 還有有些人說 因為始終那個謎是Alfred解 就不是Puzzle解 所以這也是差了一點的 都可以是這樣解讀的 如果Puzzle解 可能這件事會比較緊湊 所以我就略嫌他們在解謎的時候 那個緊湊度就不足 在卷義漫畫 其實有Q-Lacord 當然我覺得Q-Lacord 也不可能會在Batman電影出現 因為太超級是 對他們來說 是很難描寫出來 你只能夠在Suicide Corp 那裡出現 還要是一回就被人家搞定了 是是是 都真的很難可以擺到這邊的 感覺上 都是因為這裡走真實 是有難搞的 對 我覺得都沒什麼所謂的 反而我覺得卷義 就一般般 合格水平的一個作品 這樣 好看的 不過我相比一下會喜歡卷一多些 沒錯 沒錯 卷一Alfred 真的 Alfred 立著槍 一開門 就像Rambo 這樣承認到 神經病 而這個Vidower 也是在這套作品裡 Year 2的敵人 所以我們剛剛都說過 就是一個很強勢的 Alfred Batman初出道 怎樣刺 Vidower 一些和他的鬥爭 他很多的影子 都其實在電影裡 我們會見得到 都推薦大家看這套作品 我看你第一次看 你都覺得蠻好看的 很好看 我覺得到一號地球 Earth One 真的很好看 之後再說另外兩個故事 我想我麥以後說了很多次 就是為什麼今次這個設定 就是電影 想說韋恩家族的黑歷史 為什麼不用貓頭影法庭呢 要說些什麼是貓頭影法庭 其實是Niu52引入的新敵人 其實Batman其實都80週年有多了 在這次接近一世紀裡 有很多的敵人 其實是我們見了很多年 那些什麼Mr.Fizz Joker Tooth Face 那些都聽到驗 去到Niu52的時候 竟然推薦了 Niu52這個新敵人出來 而是大受歡迎 你會見到有不同的作品 都有它的改編 甚至乎新的遊戲 Batman遊戲 都會有Muffin法庭在裡面 在外國人氣是非常高期的 說回Niu52的第一個故事 其實它是行了十二期 所以你可以當它是兩個故事 講述Batman在任務的時候 發現到一些他自己家族的黑歷史 因為他的真祖父 還是幾代祖父 是郭咸城的建築師 即是說有很多秘密的水道 或者大樓裡面有很多暗格 Bruce都可能會有些 Blueprint 或者他會知道 整個城市的建築 可以怎樣去 也解釋到為什麼Batman經常 可以神出鬼沒 因為他知道很多暗家和暗門 和他很熟悉 在這個過程中 他就發現 原來我的家族 都有我不為人知的一面 因為他一直都覺得 Thomas和Martha是聖人 在追尋這個過程中 就遇到這個敵人 Mountain法庭很粗略地說 就是郭咸城有一群有錢人 而那群有錢人是變態的 聚人一起想控制城市 就帶著面具 而他們的吉祥物就是貓頭鷹 也有一群殺手 有很強的回復能力 接近Deadpool 即打擊他都可以再生 當然他沒有去到Deadpool那麼厲害 總之有一群量產型Deadpool 就叫做利爪 他們就在做一些暗殺 或者一些不法勾當 主要就是圍繞著Wing家族 或者郭咸城幾大家族 即是李家 郭家 那些 幾大幾大家族的歷史 其實我覺得這些有點參照了 近代經常說的外國的陰謀論 即是哪幾個家族操控了整個美國之類 這些陰謀論經常這樣說 我覺得始終年代更新 他就有些現代的東西放進去 絕對是絕對是 其實本身Batman漫畫裡面 都很少提及到Wing家族的過去是怎樣的 即是到底他們是怎樣發跡 為什麼他們是郭咸城裡面的名門望族 我想這裡又輕輕提及過 原來他們是地產起家 即是他們是建築起家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 永遠都是那幾大家族 我覺得這個故事一般般 但它就叫做動作元素和新的東西 都吸引到新一代的觀眾 因為L52的時候是想打年輕一代的市場 想reboot整個品牌 他在青少年的層面 你當是少年慢 都很緊張自己的 但深度當然是差一點 而今次的電影 其實是繼Joker電影之後 再一次描寫 Thomas Wynn或者Wing家族的黑歷史 因為以前的版本 就算是Tim Burton版本 或者 Nolan版本 特別是Lolan版本 說到Thomas他們兩夫妻是成人 甚至覺得因為郭咸城裡面 只有他們是好人 所以他們要被殺 這樣的感覺 對 你做好人就會死 那他們就被Rasa Gu堆毀了 而在Joker電影 大家都會喜歡 我再多提大家 Joker電影 是五千萬的預算 然後收了十億的票房回來 對 何一不可在的 有些事情不是那麼簡單 對 就對了 一套Joker就頂回幾套虧的電影 都不知道頂過多少 By the way 在裡面其實是描述到Thomas是一個賤人 他也是選市長 也在說同一個時代 在今次的電影裡面 也有提及到Thomas是選市長 也有踏上一些黑道 因為說有一個記者想踢爆他們的黑歷史 所以他就拜託了一個黑道 打算搞定他 在知道這個事實的時候 Walbert Patterson 飾演的Bruce 其實是接受不到的 嗯 覺得自己心目中聖人的Thomas Ray 原來是有黑暗一面 有做過一些壞事 當然 尾爾偉 Alfred有一點幫他補回 就是事情不是他想這樣發展 只是最後 很不幸地向這個方向發展 補充一下 但也有一點想說 但他留了一個位置 讓你自己想想是不是 我覺得 吐氣就有一點 不敢講太盡的感覺 他也沒有明示 這個Thomas 好像Joker電影裡面那樣賤 他也有說到他是為勢所迫的 但當然 主要是提及Wing家族背後的黑歷史 所以我覺得 如果在這個設定上 我覺得可以大做文章 就是做貓拼英法庭 深刻的 你不一定這集是貓拼英法庭的 留一點點復筆 留一點點彩蛋 又行不行呢 但我看完整部電影 似乎我就不太看到有了 嗯 是不是他又不敢留太多 因為都不知道能不能開到下一集 之前當然有了 會有下一集 現在就 可能他留了Joker 那些 那 對 我覺得很奇怪 可能他經常覺得 那些粉絲是要Joker 那些東西就留Joker 可能就是 那Joker一定是 標防不倒陣 是的 那最後最後就是 Zero EAR Zero EAR 都是Liu52的其中一個 編章 他的連載期 是比較長一點的 我只是抽中間 其中一段 他打Vidower那一段 我們看到電影的最後 他就是玩水淹七軍 嗯 其實呢 就是在Zero EAR 裡面是完全一樣的安排 對手都是Vidower 然後他也是打算水淹割合 但是當然背後的動機 或者那個格調 是電影高幾班 我只不過是告訴大家 原來水淹七軍這條 這個招呼 在漫畫裡面是有出現過的 嗯 那一點的參考 應該都是可以 你可以說是巧合 但是因為人家發生過 你剛好又是Vidower 剛好又是水淹割合成 那你又很難說他沒有參考的元素 可能都當是致敬 如果有看漫畫的 就會有些少少 好像你那一種 對啊 都是Vidower 又是玩水淹七軍 挺有趣的 可能會有這樣的感覺 但是因為那個蝙蝠是很短的 他不是好像電影那樣 鋪了幾個鐘 一個很大的格局 一個很大的crisis 因為C2Y這個故事 我覺得真的寫得很一般 也是當中其中一個很少的單元 所以我就覺得 一般一點 他算是丟靚了一件事 電影可能算是 是的 整體來說 其實我不去評兩位導演的手法 或者他們編排的一些技巧 我只是說他們抽取漫畫的元素 我自己是覺得Loland是高手一點點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譬如你第二部 Dark Light的時候 我們都會看到Curing Joke 和Long Halloween的參考 而它是融合得非常之好 它的成績大家不需要質疑 就這樣看Critic 或者你看銷量 你都知道Dark Light的成功 那個Joke也是做得非常之好 去到第三部 Dark Light雖然是有點回落 我今天剛剛重溫了一次Dark Light Light 我也覺得是好看的 而它參考了Long Man's Lens Night 4 這些這麼經典的橋段 我覺得其實也是融合得很好 在裡面 相反就是這次密特里維 當然也有若干程度的參考 但它的原創度也挺高的 我就會覺得 其實怎樣在原創 和漫畫元素之間 取得平衡呢 這個藝術就真的很困難 而Long就真的做到 嗯 但這次我覺得都不差 特別看回Earth 1 和Earth 2 當然我自己看完 就覺得 真的看Earth 1 拿靈感的東西 可能是多 但我覺得有些元素 擺上去都是OK的 例如說回所謂的 復仇 甚至Earth 1 其實也有提到 這件事 就是 Bose Ray 最初是做一個 所謂的復仇使者 的那件事 其實就是現在 很有 Robert Patterson 他做的 這個Batman 那個感覺 都是說他是一個復仇使者 甚至乎 他有些鏡頭 可能開頭會說 其實他真的不太理會 其他市民 遇到危險的時候 怎樣 他只是一心想復仇 想殺他父母的人 去下手 但到最後就是 在漫畫中說一樣 一個項目很棒 就是 最後發現原來整件事 其實真的是一個意外 雖然人家是有 部署到 這件事要去害他的父母 但是這件事是失敗了 而最後下手殺他父母的 真是一個 可能是這麼巧經過那裡的 一個 叫做賊匪那些 最後他覺得原來 不是有一個人的野心 害死了他的家人 而是 是個城市的那個惡 他死了家人 所以 他最後就不是純粹復仇 而是要去 改變個城市 那我覺得這個想法 這個 BOOST WAY 其實 在現在那套戲 都見到的 那個尾段 我還是挺喜歡這件事 如果看完 Earth 1 都覺得這件事 他有抽到拿下去 他有提到復仇 那件事 那這件事我覺得OK 就挺喜歡的 如果看了Earth 1 我覺得 我都覺得 其實整個電影都不差 只不過都是一些 minor 位 例如剛才說 為什麼你要說自己是Earth 2 為什麼做不到Earth 2 應該做到的事 或者你改一些 在粉絲心目中 都挺根深看過的 就是為什麼 有Force來不用 然後肯定把Gordon 轉為黑人演員 這些很小的 minor 位 或者Gordon就功強了一點點 另外就是 都多人說 就是CP的問題 就是 Bob Patterson的Batman 和Catwoman 其實我也覺得 火花是 稍欠了一點點的 嗯嗯 是 無論是 Bruce和Selena Batman 和Catwoman 兩者的 互動呢 我覺得 真的是一半半 好像你們在影評那裡說的 真的最後他們 是不是騎電單車 我沒記錯 騎電單車 對 那裡有一點點味道 當然 我是比較賤 我覺得 這個Catwoman 不是我心目中的一杯茶 但是有這樣說 其實她的造型和樣子 才是最符合漫畫設定的那個 因為漫畫的Catwoman 皮膚色是比較深色一點的 嗯 是的 所以在造型上 反而她是比較像的 但是 因為前面有米雪菲花 還有Anne Halloway 我就會覺得 咦 可不可以找個美女來做呢 可能裡面有Anne Halloway 大家就很容易想到 那個很棒 可能大家有一點點 這個方向 好像這樣說 米雪菲花那個也很棒 是的 當然他們也有不同的演出 即是米雪菲花那個 是精神病類多一點的 那Anne Halloway那個 就是 那些什麼 渡海豪情一點的 是的 她是Ocean Eleven的感覺 她是 好像有些原因 而去做這些東西 多一點 那種狼情情意多一點 我覺得 如果在Darley Rice那裡 是的 那種鬥法是個人的 那相反地 我就覺得 這次 Robert的Batman 和這個 Catwoman 有些朋友 有些協助 還是什麼呢 我不是很欣賞到 當中 他們的dynamic 是什麼 所以我看完這部電影 又是想回 之前的新聞 常常說兩個演員 有些不太妥 是不是真的有影響 那一刻 開始想 那些Woolmas 是不是有可能真的 看完之後 這個感覺 我知道很壞 不應該這樣 當然你們也有說過 在訪問的時候 有人問 Robert 你覺得Bruce 有沒有追求過女人 他的答案 好像是 他是毒品 他還沒問過女人 我可以的 你沒有追求過女人 然後見到這個 這樣的女生 你沉船 我可以的 有些不懂招架 但他又做不到 不懂招架的感覺 好像不理他 多於不懂招架 對 因為你太毒 就不行 你始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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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型帥仔 還有 有才智的Batman 你不能夠太毒 所以 在他和Selena之間的互動 我就 略嫌覺得有點失色 還有Selena 在這部電影 似乎 偷東西的感覺 就沒有那麼重 或者 新手靈活 導演 不太強調 他的戰鬥力 還是比普通人高 但 就好像 還沒有高到 某個程度 那種 他也有打 但 他那些打 我覺得 在他身上 我看不到Cat的元素 沒有那種 潛行 鬼鬼祟祟 不知道什麼時候出現 那種感覺 可能這樣說 比較抽象 但 不算是貓 因為他被貓 被貓復活 一來就舔奶 這些是Tim Burden的脆味 你說Ann Hardaway 其實他是一個高科技襯托 和Ocean 11 version 配合小貓神偷的形象 小貓神偷的形象 因為他第一幕看到Buzwin 就是他扮這個女傭 扮Meador 去偷一條珍珠鏈 Buzwin簡單幾句對白 就說了他是神偷 這個保險 公司跟我說 他是不能夠被解破的 不過你拿了我媽媽的鏈 只是這兩句對白 已經說了他是神偷 但是相對地 在這次這麼 Raw的版本裏 我就不太覺得他 是Selina 純粹是吃切餅 原來他是貓女 他的樣子就很像漫畫的 那個貓女 但是他做出來的東西 又好像差點 沒有的 那你也是 唯有看看會不會 假設 將來又再看到 這個貓女 的話 會不會去到時候 會比較厲害 會有那種感覺 現在真的 聽起來這樣說 這個感覺是差點 真的 但是你看的時候 會不會覺得太多角色 因為有Catwoman 又Penguin 又Riddler 和黑社會大腦 你會不會覺得太多角色 最初我是這麼擔心的 特別是看完新聞 說這麼多人 撞了一套 但是看完又OK 我覺得是混合的 條線都OK 雖然Penguin 有少少 Side Track 也不是很Side Track 但是 好像上次大家 聊天說 可能你不是說 他是Penguin 都可以 但是他又要暴離 做後面其他事情 所以放在這裡 但是又 我覺得無雙大雅 還有他最重要幾個角色 又真是 條線又炒在一起 就OK 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 我覺得Penguin的演員 是做得非常之好的 整套戲 我覺得最吸引我 反而是Penguin Global Madison 也做得很好的 但是Side Track 我覺得Penguin 是做得最好的那個 但是他做出來的那種感覺 就不是很像Penguin 當然你可以說 這個是Penguin ER1 OK的 我也接受到 但是他搞笑的程度 似乎高過他 殘忍的 兇殘 我還沒看到他 兇殘的部分 是的 這個真的還沒看到 我記得 你們在電影裡 說過他像萬子良 是的 特別是在罵他們 你們兩個 唱雙王 做上星 好有萬子良在罵人的感覺 他是蝙蝠俠大戰 拉斯維加斯 十足十足 在下車 坐的士 那種感覺 找萬子良做 就是一樓樓 我想都是Miner 那句大家局 那群是OK的 反而這些小位 我就會覺得 如果可以再調整好一點 就非常好 當然都知道他會開拍第二集 希望他會再調整一下 節奏 那節奏是真的慢的 我覺得 是真的慢了一點 對一般觀眾來說 是難一點去處理的 我覺得 可能調整一下快一點 加多一點的動作場面 動作場面 我覺得動作場面 都少 當然他也有說 敲Pangrin那扇門 然後 你知道我是誰嗎 我是Batman 然後又進去那裡 那裡其實我不知道他是特意營造笑位 還是怎樣 我看就真的笑了出來 即是開幾次門 我是未見過一個Batman 敲人家到門 然後跟人家說 我是Batman 你知道我是誰嗎 那你想怎樣 那你想怎樣 我真的放你進去 是不是 然後打打打打打打 好像你們說的 你們說得對的 怕痛的我 就把這個防藥點門就對了 哈哈哈哈 嘩 他真的不斷硬吃那些子彈 他真的超高防 這個Batman 那那些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當他是動作場面 總之就是有個人 穿上盔甲 然後進去 就眼爆了 那樣 就是loot cage 就是loot cage 所以 所以 就算現在 看到坊間也有些comment 是會覺得 都是針對兩樣東西 如果覺得 差一點 當然不說太極端的那些 但可能覺得 麻麻一點的評論 都會覺得 好像剛才說 一來就是節奏較慢 二來就是動作場面 可能會有個 期望落差 我上次這樣說 其實真的 你始終大家看過以前的Batman 或者有個感覺 有個私入為主 有個概念 你期望去打多一點 其實是合理的 你帶這個期望去打多一點 其實是合理的 節奏那裡 好像你剛才說的 真的有道理 可能未必每個觀眾吃得下 吃得下的觀眾 可能會 至少少了一堆 所以可能如果吞快一點 可能會 口碑 可能會再多些人說好 可能會是 你Batman 當然要查案 那些人說 都不明白 Batman要查案 你真是刺善 你真是detective comics 但是查案還查案 你查案都要打的 老闆 Gordon又沒有槍戰 你那個Batman 就穿了一件規格 又硬爆 即使他最後解決那個大Crisis 我都不特別覺得他那個動作場面設計不好 我也是上次這樣說 都是這樣一個衝進去救一群人 對比之前兩套拍過這樣的場面 都是差一點點的 他做到他的事 因為Z Slider 拍他救Mafa 那段是真的拍得好 對 那段真的拍得很好 那段真的很棒 那段真的是 那段真的是 葛康麗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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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 DK和 Rises Begin 那三套 其實他都有不同的動作位 雖然他都不是擁守動作場面 真的是Z Slider 比較強 但起碼他也是有打到的 也是有高科技 Loland專門是發佈的 但我們這次看Robert 真的太RAW了 他是RAW RAW那隻RAW 他又沒有什麼裝備 沒有高科技 然後又沒有什麼動作場面去打 的確令到有些觀眾會覺得悶 我也明白 但又這樣說 所以如果看那個 Earth One 為什麼真的覺得他參考Earth One多 他那種沒什麼裝備的感覺 其實真的 是近Earth One的那隻 突然不過 剛才說 如果你說 茶道 拍《救Mafa》那段 一口氣打下去 那感覺很棒 其實如果你跟著說 就是Loland 那一套 整群人被人摘在手槍 在手上 那一幕 就是第二集 Dark Knight那裏 那裏那個空間 去玩到 可能這層樓打到下層樓 那些 那裏都很棒 但相比一下 現在打Vidolas 那裏 叫Vidolas 那裏 那裏就真的 差一點 不差 但你始終有對比 有少少傷害 那裏都是會 那裏我覺得是 NEO Gundam 然後打一堆 量產型 渣故 是的 不過就是量產型 都打到下去 哈哈哈哈 他還沒覺醒 他還沒變NEO Type 其實都可以的 不過可能 始終有觀眾看過之前兩套 相比我 大家會覺得 不是我之前看過那兩套 一打N過的那裏 好像比較好 不過 反而是好像 開頭在火車月台那裏 一個打超多個 那一刻 怎麼說 我覺得那種很在地的格鬥技 那種打法 比我預期中少一點 原本我那時看Trade 那一段 很MMA式那種打法 然後我原本預期多一點 但就少一點 跟我預期之中也是 嗯嗯嗯 因為最後想說 就是那個視覺的切入點 我只是覺得 如果你想試新東西的話 你不妨在Alfred的角度 或者是Gordon的角度 去看那件事 那你 我想DK 他融合得好的地方就是 Alfred 和Gordon 都有他的功用性 還有他們的視覺 去切入故事 但是 今次我看Robert 這個版本 就真的非常非常集中 在Water Patterson的視覺 去看這個世界 看這件事 他有他的好處 就好像你們在節目裡面都說過 他那種抑壓 那種對自己的punish 或者他那種release不到的 其實那個氣氛是做得很好的 嗯嗯 但是呢 他這種過度集中的編寫 就令到那些sidecast 浪費得很厲害了 這個是 這個是 不過有好有不好 好像跟他一起成長了 你見證到他成長 但是這幾個角色會影薄了一點點 相對 某程度上 你會覺得 Robert的描寫 是多於Christian Bell的描寫的 是 是是 這個是這個是 所以我自己的總結就是什麼呢 DK就是那些sidecast好看 這一套 物特你以為的就是那些sidecast好看 嗯 這個 我自己會覺得是這樣 大致上都是一個好的電影來的 值得去支持啊 去看啊 這樣的 不過就好像 大家很多坊間都說 入場之前 做好你的 期望的控制 以免就期望落差 就會覺得 為什麼一套戲這麼長啊 或者節奏慢啊 這樣 就是打定底去看 就是 吞定心態去看 是會享受很多 我覺得這套是 你當自己看Sherlock 真的 看第二集會怎樣 又看看 是一個 穿了盔甲的Sherlock 哈哈 他這個Vidower都OK的 那個演員是挺有味道的 是是是 就是 如果跟Earth One 那本漫畫比 那邊那個是挺帥的 那個Vidower 那個是帥哥 那個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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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那邊就真的有那隻 連環殺手感覺 真的 不要這樣說 其實 葛咸電視劇 我不知道大王有沒有看 我挺喜歡 葛咸電視劇 那個Vidower 那個是哪一種感覺 那個是 他是哪一種感覺 他 帥哥 變態的感覺 整個美色殺人狂 Cristian Bell 那套戲 American Psycho 那種人 有少少遲 但是他保留到Vidower的 那種喜歡病 喜歡show off 那種東西 所以我覺得那個Vidower 就比較像 我心目中 漫畫的Vidower 那套戲我看得很散 之後看一下 一次補了他 才知道 你 Jim Carrey 那個太瘋了 那個是要 那個年代的觀眾想要的 我覺得應該是 其實是有點尷尬的 Jim Carrey 那個是 但是那時候 那些人入場看 可能有 你見Jim Carrey 就是想去拿這些東西出來 還有可能那一套 那個漫畫的感覺 或者卡通的感覺 比較重 那就會這樣做 是卡通的感覺 對 他真的要做這個風格 那一套 所以我自己覺得 目前做得最好是 劇集版的那個 我先補了它 看看會散掉 這套 今集大概是這麽多 如果有各路高手 想分享一下 不妨在下面跟我們 討論一下 是這樣的 始終都是那句 美曼世界 就是博大精心 大家互相交流 都是一件好事來的 嗯 好 辛苦 院長 跟大家介紹了幾套 好 那今集時間就是這麽多 我們遲些 都不是遲些 其實我們的聽眾 都很勤力 經常在我們的吹水區 經常都在我們吹水區 自行監察這個環 自行報料 這樣去到 他們經常逼迫我 什麼時候開台 什麼時候開台 又貼單 又有單 這樣 還有近日 Johnny Depp 那件案 每天都好像連續劇 已經是電影級數了 是啊 找機會 等他那件案 叫做 可能差不多 水落石 水落石出 或者判案 我們再說 否則搞不定 每天都連續劇 那件案真的太厲害了 真的太厲害了 找機會再跟大家細講 華立永遠都不會令我們失望 所以大家慢慢等 很快會有一些 很多東西放進去給大家 是啊 今集時間就是這麽多 有些什麼下集再談 拜拜 各位 啊 啊 啊 今天 ляются knows